大家好,我是大鳴 平常坐著拍片坐太久了 起來動一動,一動就動到 含羞炒日記 今天見到一個任務 先跟草爺和草老師了解一下魚池的狀況 有幾個問題要改善 準備好了嗎? 草鷹救難隊又出動囉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今天就是專程請大鳴哥來 拜託他幫我們調整 就稍微看一下 我們這個魚池還能怎麼樣讓它更好一點 這個過濾器設計的已經非常良好的 因為我們今天有一些位置上的挪椅 所以我們把浸出水的部分 稍微做一個位置的充分 這個會搞很久嗎? 大約20分鐘吧 這麼快? 好,開始吧 變成說我們就直接用 串接水管的東西把它移過去就好 對 哇 所以整座的不要黏 我跟你講 不過這樣好省時喔 你壓彎跑步就是這樣 大鳴哥就說他一個人可以了 你在那邊 唉唷 我要幫忙 你如果等一下拿東西拿上去 他不然那邊再上 好,接住 不是啦 來 接管的部分 我們用梯形管 將原本的六個出水口 對接 用水滾膠固定 把水管 根據命理老師說的 移至北方 然後我們再接管這段時間 草爺和超老師也沒有閒著喔 先把OM搬出來大整理 它整個串接起來 其實水是不會有所謂的 來不及海水倒溢的現象 對 再來熔陽的問題 看原本的出水 它是自然落下 所以它沖到水之後 就馬上回彈出來 整個水質中 你會很明顯看到 它很多的氣泡往前推送 甚至水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增加很多 空氣跟水的接觸表面積 這樣融氧質增加的 這樣融氧質增加的 這樣融氧質增加 融氧質增加 我們所種的鹽花 應該都是被魚吃掉的 我剪掉了一些 可是後面都不見了 它可能在長嫩芽的過程當中 被魚吃掉 魚也會吃喔 會 其實現在所看到的魚 甚至無波魚 它都有一部分的死跑性 對 有差點剪完之後 就 欸!不長了 對啊 其實有長 被吃了 就要出軟那一傷害都被吃了 對對對 硝烤雞愛 石棺的部分 會幫你種一個 所謂的 大王蓮花 在清甕的時候 發現有些小狀況 主要是很久沒換土 甕的最底下 都是被壓的 密集很黏的泥土 底下有燕氧層 燕氧層造成根沒辦法呼吸 有而會形成爛根的問題 草原拿蓮花的求根給我看 其實仔細一看發現 就如我所說的 它還活著 有一些嫩芽 只是來不及長大就被吃完了 甕有插管 插管是為了幫助甕裡面的泥土透氣 但時間久了 沒有更換清理 也是會造成這個原理失效 間接又造成浪根的問題 先用蓮花 阿明哥這盆子要先下是不是 對 欸 欸 阿明哥下去了 好 我去上面幫他搬東西 好 好神奇喔 這個蓮花是不是比較厚啊 對 這個厚很多 所以它才可以承重 承載一個人的重量 阿明哥來喔 來 你說這個人可以站在上面嗎 可以 現在耶 現在不行啦 現在太小 好 然後大概一個月 就可以再長出15片葉子出來 那以像這個的話 它邊緣雖然有焦掉 長到某個程度 直接把它舔掉 它很快的新葉會再長出來 它這個花包 花只開晚上 白天不開 有可能長得很大喔 180公分 它不是會被局限住啊 比如說這個通貨 它是會被局限住啊 但是以這邊的尺寸來看 它最少可以長到120公分 那為什麼一定要種大王蓮花 第一個 它葉面夠大 跟菁葉都是屬於比較厚實的 因為我們這個是全日早 對 它葉面夠大其實 可以去遮陽的作用 讓我們青苔這樣低下來的話 水池的一個環境生態會更好 對 然後魚又可以消死 對 就是消死我 其實都這樣魚也不喜歡很強的話 它會少陰暗鑄鑄 對 然後下一個階段是裝威脂器 威脂器會直接種在出水口的位置 然後飼料營料出來 就被水沖散 這樣魚就可以平均吃得到飼料 是電池 電池大概四個月到五個月換一次就好 非常簡單 土稍微清一下 讓它空間磚滴上來的時候 跟它一樣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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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料 這個部分就不需要我們再煩惱了 而且看起來量還好 我們就可以自己再餵一點 對 真的 我會有考慮到這一點 對 正常其實魚一天兩三 對 說真的 餵太多了 說真的包含我在內 看到它過來 餵很難餵 對 對 就會覺得他們都一直在著迷 對 對 我們現在有一個動作 因為它 我們南投 魚太大 所以把它多做一個家 喔 做了一個家 好 這是你們做的魚飼料是不是 還是 目前我們公司有在販售 比較優良的魚飼料 其實飼料 好壞在於它裡面的一些 澱粉的高低 澱粉過高 說得快就買粉了 好 那一隻隻就放得出來 魚飼料 對 去做什麼菜 拜拜 因為草爺問我說 為什麼魚池看起來還是綠綠的 先撈水看看 其實這個水是透明的喔 它是池底綠 不是水色綠 所以可以說明 原本的過濾器有發揮它的效用 只是單純用目測 就跟草爺說 你的水值100分喔 無憑無據 沒辦法讓草爺放心 我們就拿專業的測試劑 測一下水值 看水值好不好 交草爺 去瞭解我們魚鋼的水的變化 有了解 我們一般養魚 最怕的就是這個 黯淡 黯淡 黯淡過高 魚很有意思 黯淡酒店 來 這樣也是很危險的喔 魚都沒人知道 水非常的好喔 我們的水非常的好 非常好 恩惡山的話是蕭川岩 蕭川岩過高 勺類一定會很多 它這個是防水層的帆布 卡青胎 用刷子刷洗就可以了 裡面養的女王異形 你可以看到防水帆布 有很多白色不是綠色 就表示說 女王異形有很努力在吃 通常戶外池只要看得到白色池底 就算很厲害了 接近淋的狀態 基本上你要完全淋 那你裡面除非沒有魚 不然量出來 5.0以內的範圍 顏色比它輕 那表示我們的水池 都是在正常範圍 藻類沒有很多的狀態 所以它是安全範圍 所以會生是很正常的啦 但沒有到很多 我以前就是拖到爆炸的那一種 我們一般養魚沒有透過這個測試劑 即使是我啦 靠經驗這樣看 你說判斷會不會錯誤 會 一定會 一定需要透過這個測試劑 去很清楚的了解這些數據 了解 因為我們飼養的魚非常多 所以我們要去降低這個過濾器的負擔 這個過濾器非常好用 它已經有去幫我們做到 95%以上的過濾 這麼多喔 另外我們用一些強效的吸附器 去把這些魚的排泄物做降低 這個叫做活性探球 那為什麼要做球狀 把表面機增加 所以它吸附力特別強 蕭桿眼吸附器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早咧 讓它臉是不可能 因為除非不養魚 希望把水要求到最好 最完美 所以透過它去做吸附 那我們要放在哪裡啊 放在我們過濾園底下就可以了 直接倒在我們濾袋裡面 那這個可以用多久 以我的慣性啊 會建議半年更換你吃 你現在養魚順懶人養法啦 這種東西就可以幫我們維護水層 所以它就放在棉下面就好了 對 放在棉下面 對 這個多久可以看到效果 大約一週左右 一週喔 所有的濾材 甚至一些吸附器 只要在短時間出現效果 轉了對於你是有傷害的喔 要慢慢的慢慢的 慢慢的去變化 對於是 今天處理了 馬達的儀位 吃水口的儀位 大王蓮花的種植 自動餵食器的一個設置 最重要的水質量測部分 我們量出來了 水質非常的優良 我們只是做一個補強補俱 預防我們魚吃太多又拉太多 草野對魚非常的疼愛 非常健康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水做個加強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在我們的頻道上面做一個詢問 記得也要到草野的頻道 去做一個按讚跟分享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想問的 歡迎在影片下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隨機抽出 有訂閱AC草野水族頻道的草野 把贈品送給您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 請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鳴 AC草野水族 我們下次見喔 igence店 你好 請到這個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見 дете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